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惯例我们要来回复大家的问题 对于新听众的话 来快速的说 这一集就是我们每一集到结尾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 在我们在Instagram上面都会提问 然后告诉问大家 有没有想跟我们询问的问题 我们都会在上面回答 第六集了 所以前面还有五集 你可以往回看 看有没有回答过你想问的问题 那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字幕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开CC字幕了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欢迎上去 你如果要字幕的话 你这么这么这么的想要字幕 那欢迎你来补字幕 真的我跟你们讲 上字幕真的是件很累 他对描述 对所以问字幕的话呢 就是我们很 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忙 那小编真的不可能上一个小时 尤其大家听过我们节目 一定知道我们两个废话有够多 所以上字幕真的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 绝对是欢迎可以 就是我们有开启了啦 对那你们想要的话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的发问 那第一个是说 你好我是位慢性忧郁患者 我想问忧郁症有资格谈恋爱吗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另一半的负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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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不要这样子想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看起来很 阳光 但其实我有很多的 struggling 是我没有办法再 呈现给大家看的 克隆他会知道 我有很 就是沉浸一度是非常非常重度的 那 真的是靠 就是我自己 跟克隆 然后这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去 好好的去修复自己 每个人 我想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是值得的 你没有所谓的不值得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特别的 你也值得拥有爱 你值得被好好的疼爱着 确实就是 呃 这个会造成另一半的负担 是没有错 但是 我也不想要 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说 你不值得 不是这样子想 而是 你的另一半愿不愿意陪你 一起度过这一切 其实忧郁症患者的另一半 呃 哥隆你来讲讲好了 我觉得你会比较稍微理解 就是 身为我 你当初是怎么陪我度过的 也许我可以让听众们可以理解 当初是怎么陪对方度过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的另一半 或是我的家人有忧郁症 我到底该做什么事情 首先我没有用药 我先跟大家讲我没有用药 因为我 呃 身为一个 护理的背景 我知道有些药 其实用了会越来越让人觉得 不舒服 那我而且我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理念 我不代表医疗团队好吗 我相信很多专业的他们存在是有他们的意义 那我当初也是有寻求专业帮助 只是我并没有服用药物 那你来说说看吧 当初怎么度过 呃 在我真的很糟糕的时候 就就简单讲的话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 你当 你当下的时候我就是陪你啊 我就是听你 要说的话 然后我就会陪你 在 最 在那个时刻最糟糕的时候 就是陪你啊 就抱啊 然后就抱抱啊 然后就安慰你啊 然后就 有时候我也问说 就是你想要 听到 就比如说偏向老公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听到 解决的话 就是你要哪一个 就是一个solution or do you want comfort 或者是你想要听 就是我会去问这些东西 或者是我会去 稍微理解一下你的部分 然后可能是跟你谈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子的 你的感受是这样子 是从来来的 然后就是可能 我会 我会建议 你如果是另外一半 是真的有的话 你就是可能是要多听 稍说 这么简单 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就是真的是 我不能说大部分的 但是我的经验 是 有时候人就是需要 一个耳朵给听 讲给他们听 然后 你就是要能够去陪着他们 然后 有时候你还是要将他们 就是你自己的意见 你还是要有时候 讲一些道理的逻辑 因为 如果是真的有点过 过度夸张的一个 发飙 或是一个事情发生 你会觉得说 就比如说 想要害你自己 或是害别人 或是害东西 或是摔东西 你有时候需要跟他们讲 就是这个也没什么帮助 这个反而是会 让你更糟糕 那你要想清楚 你现在的感受 是这样子 是因为什么 你现在是情绪 是有混乱 所以你还会 你现在的样子 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行为 但是这个并不会去帮你 对 我如果有些人不了解 到底忧郁症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它就很像 很像溺水的感觉 就是 很多人都说的不一样 我想要 对 就我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 对我来说 其实有时候 当我的生命 有点困难的时候 我也会 那个感觉会回来 我 我会觉得我好像 我吸不到空气 我觉得我要溺死了 就是 它是一个 很痛苦的体验 是我希望 就是 大家能够去重视 就是 不要去 去重视自己的心理层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 真的很重要 现在的人 他会因为 生活快速的忙碌 然后 而忽略自己心中的感受 但我说的 忽略自己心中的感受 不是说 I do whatever I want 就是不是说 我想做什么 做什么随便 或是比如说 工作态度散漫 随便 反正我只活一次而已 我好好顾好感受 不是 我讲的是那些 真的是在我心中深沉 然后你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你不愿意 去面对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也知道 我自己不断在逃避那件事情 对逃避 我一直不断去逃避这件事情 所以 然后那时候我就用酒精 来麻痹我自己 我真的就是用酒精 然后夜店 然后来麻痹我自己 我虽然说没有到嗜酒 但就是 没有到就是 比如说我需要去到 借酒协会那种东西 但是当时我的 喝酒的程度 我觉得我 现在看回去 我觉得我很夸张 可是那是我唯一逃避的出口 可是 现在回想起来 那是非常不健康 我就觉得我要溺死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好痛苦 我就是 每一天我起床都会觉得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好累哦 真的好累哦 对它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感受 绝对不是说什么不满足 我知道我网上都会说 它是不满足吧 你如果人生开开心心的 有什么好忧郁的 不是 我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是我还没遇到 可隆之前 可是那时候的我 工作好 然后 我的身材也好 那时候真的是 什么都好 可是 你说我们不满足 我没有不满足 你要我现在随时 请了三个月的假 然后出去度假 然后完全不需要工作 那个钱我是有的 那个机会我是有的 然后我回来 这份工作的职位还在 也还是有 都是有 可是我就是 得到了 这样子的精神状况 所以我得说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 另一半 你真的很喜欢 可是他有犹豫症 我会希望你 能够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条路不是一个 这么很容易 就能够去说 轻易的说出 我陪你度过这一个 因为 我们的喜怒哀乐 是无常的 其实有一个东西 想要提到 就是 那我知道大家 不是每一个人 会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也不是 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认识一些人 有去做过这个行为 就是他们可能是 有犹豫症 depression 然后他们不断续去提到这个 然后用着他带成 就是变成一个大的借口 所有的行为他做 或者是他的表现 或者他的那个情绪 或者是他怎么做事 或者他的习惯 或者他做错 不管怎么样 他说 我没办法 我就是depression 我只是有depression 就是反正你知道 我有depression吗 然后讲实在的 depression是一个东西 是你不能控制 但是如果是你有的话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借口 或者一个方式 去随便做事 因为 这个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选择 会让别人 尤其是你另外一半 想要离开你 因为我会觉得 你做完 你做久之后 会觉得说 这好烦 不管你做什么 或是我说什么 或是我们吵 或是你做错 你就是depression 所以你就是 一直是有past go 就是你是有 就是like get out of jail free card every time 那我会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 好你有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baggage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这不是你的 另外一半的负责任 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想办法 怎么去面对它 不是丢给它 然后它就是要 能够去接受你 那Zoe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认识的人 是去做这件事情过 然后真的 讲实在的是很烦 是真的很烦 你听到你听你的 你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有抵雷吗 你做什么任何 你做所有的事情上 你就是要把depression拿出来 然后给大家听 而且你很坚持要去 你是第一个人 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出来 就是oh yeah I have depression 我会觉得说 like yeah and why do you want to tell me that 就是 是一个东西 我会觉得说 你不需要去 一直是重复用这个东西 拿出来 给大家听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不要一直不断去去 用它变成一个借口 对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就是忧郁症这件事 而且还有一个 所谓叫做快乐忧郁症 它其实就 跟我所表现的很像 就是我在人前 表现的是很 快乐 活泼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有这件事情 可是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内心 真的都很痛苦 我知道 对 就是真的 那时候很轻的 很轻的人才会知道 所以有 千万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那这个我要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也是刚好同时 有另外一个 粉丝有提问的就是 如何爱自己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 我到很多人都觉得 很隆重 什么叫做如何爱自己 我觉得它不是说什么 我今天买 给我自己吃一个和牛 或是我今天买一个麦当劳 买一个最高级的套餐 或是我带我自己出去 玩一个旅行 这个我觉得 对我来说 在我的 healing的 在我疗伤的这个旅途中 它绝对不是 它完完全全跟我所做的疗伤 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在这个五年的疗伤中 我会让我自己放松 可是它绝对不是其中一个 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捩点 就是我曾经在我们有一集 有这个身心辅导师的 这个一集 我提到有说 我最大的转捩点 是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然后说对不起 对 然后 可能没听过的听众 可以再去听完整那一集 但我减述 但我减述一下 大概就是 我就是在 经过就是 就是我 就是那个 专业的人 分享给我 然后他跟我说 叫我去做这件事情 一开始我还蛮看 我觉得好奇怪 就是要干嘛看 镜子里自己说对不起 然后我就看了 然后看了之后呢 我说第一次对不起的时候 我没什么感觉 第二次没什么感觉 第三次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我的鼻子很 酸 痒痒的 然后眼眶开始泛红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说 一直说 然后说到最后 我就爆哭 对 我觉得在爱自己的过程中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爱自己要好好爱自己什么的 但我就其实 爱自己的最终的 这个根本的原理就是 你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会建立你自己的自尊 你会自信 然后你会 就是 你会能够去 直视自己心中的问题 你心中那个魔鬼 然后呢 你会去调整 然后你会注意到你身体的不快 不舒服 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的 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满足 照顾好自己 满足自己的需求 把自己设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然后你要了解到 他不是你家人 也不是你配偶 也不是你另一半 就像刚刚克隆讲的 他也更不是什么政府的责任 也不是什么社会的责任 或是这个都是政府造成的 这个都是社会造成的 这个社会逼我的不是 你要透过你自己 这是你自己自身的问题 你要去面对 你要把你自己的照顾 视为优先 它有点像是 我们大家搭飞机 搭飞机第一个事情 都做什么 他都跟你说 如果今天出了些什么意外的话 氧气糟掉下来 你要先做什么事情 先给你自己 先给你自己 才能给别人 所以这就是最根本的道理 你要先把你自己顾好了 你才能去顾别人 unless it's boeing and then he'll die 这就跟 我曾经看过一个 就是古怪的一个article 就是那个文章又说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杯子 你把它倒水 照顾别人 照顾自己 就像那个杯子一样 你要倒水 那等到水满出来的时候 你才有力气去照顾别人 可是如果那个水 只有一半的时候 甚至更少了 你都没有办法照顾你自己 你怎么去照顾别人 其实爱自己 它就是这样子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我就去爱别人 然后或是 我要别人来爱我 我就会填补我心中的那个 那个空缺 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 但其实这不是 这个当你不爱你自己的时候 在别人再多的人给你爱 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你都会觉得 我不配拥有 我不值得 我不值得幸福 我这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意义 所以你要打从心底的 去正视你自己心中的问题 然后去面对你自己的恐惧 然后去跟自己心中的自我沟通 就是很多人会说的 我心中的小女孩或小男孩 随便你还什么性别人 你要随便什么用都可以 你自己identify 你自己是薯条 都可以 你自己觉得 你就是跟你心中的那个他 对话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只有爱自己 才能够去爱别人 这个才是最终的根本道理 你就不会需要去别人的爱 来认同自己 唯有你认同你自己的那一刻 你才能让自己解脱 这都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那其实同时我还有学到 也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心理 治疗师他做的一个 一个那个 测验 他不是测验 他就是一个心理辅导 然后我有跟柯隆讲过 然后那时候 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是很震惊的 就就是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呢 就是这个他 这个东西他就是 他的测验大概就是这样 他是像你闭上你的眼睛 然后你就想象你在一个地方 然后很安全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是存在的 他可以是一个场景 或是一个 反正随便是一个地方 也可以是你自己幻想的 然后你就让你自己 在这个思绪里面 很沉浸的去 去遨游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看到你的 右手边有一个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呢 有一个屋 有一个门 你就走进去 然后你敲敲门呢 就开了一个门 然后是一个小朋友 打开门 然后欢迎说 嗨你来了 然后你惊讶的 你走进去那房子 发现 这一个房间里面 充满了各个年纪的你 有五岁的你 有八岁上小学的你 有第一次交男朋友的你 有成年的你 有第一次面试失败的你 第一次考试失败的你 第一次心碎的你 第一次知道痛苦的你 然后快乐的你 出国的你 各种形象的你 你去 你去看到大家 然后大家都看着你 然后跟你说 我们为你感到很骄傲 我们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 你做得真的很棒 然后这时候呢 你问他们说 在这之中 谁是最幸福的 然后这时候 五十岁的你 会转过来跟你说 你现在 正处在你 应该处的位置 最幸福的是你自己 对 你需要的是你自己 然后 我们永远都会在这里 陪着你 那 欢迎回家 对我来说 你看我现在这样起来 我都很想哭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 疗伤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很 重要的一段 就是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去 跟你自己对话 因为只有你自己 会陪到你 陪到你老为子 你的伴侣 可能会先提前走 只有你自己 要跟你自己相处 那 在那个 在那个想象中里面 小时候的你跑过来 然后抱着你 跟你说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 做了所有的一切 这时候 你去回想的感觉 你就会 发现 你有多 对不起你自己 你让 因为我记得 我做完这东西的时候 我 对着那个小女孩 说 我对着那个小女孩 我抱着她说 对不起 我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我真的是我错了 我没有意识到 你们的存在 是这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呢 是如果你在精灵 经历心理上面的一些 创伤或是 mental problem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 很像很多人都会搞混 爱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而去忽略掉真正的 mental problem health 就是心理健康 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心理健康 日益变得很严重 这件事情是 很危险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心理健康 他们之中是 物质的 或是 外物方面的东西 他们没有重视到 自己心灵层面的成长 其实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自己心理 身心灵健康 才是 达到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你要把你自己unite 你知道吗 你要把你自己 你是个人 Avengers or something 你要把你自己统一吗 我不知道怎么讲 你要把你自己整合吗 整合资源 我觉得 因为我们其实还蛮多 QA都会问到爱自己 或是 我不够爱自己 或我不够疼自己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不会回答 这一段我还在 我还在帮科隆 因为我必须抱着 不是 是因为我的概念跟你差很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先把这个题 就结束在这里 因为 你这样子讲 是一个健康 快乐的一个结尾 在这一题上 如果我讲我自己的 会很多人会觉得说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guy 我的结论就是 应该这么说 我的结论应该是说 我觉得 我就是看着我自己 支离破碎 我看着我自己 睡成一片片 睡成千万片 然后在 大火中焚烧 用scotch tape 叫起来 然后 我再把我自己 一片片的捡回来 然后让我自己 在火里面重生 然后慢慢慢慢 把我自己修复 这一趟旅程不简单 现在回头望去 也要有六七年了吧 在这六七年中 我的家人不知道 我的朋友 好朋友们不知道 他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当我入身心灵那一节的时候 我的家人才很正经的跟我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经历过这一些 为什么你不跟我们说 不是这么容易说出口的 在这六七年中 我的好姐妹们 我的家人们 是不知道的 可是在那时候 我还是住在家里 所以 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我经历 我的是温柔版本的 就是那种深入人心的版本 那我们听听柯隆 因为我也是 我也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为了我们的粉丝 跟听众们 对啊我们都不同的 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两面的 也许我就是比较 温柔版本 有些人不想要 我就想要听个激烈性的 但这个不只是激烈性的 它是真的是 有点惩罚的样子 它就是很严格 No pain no gain 也不到 No pain no gain 就是你 你敢说出 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最好给我表现出来 的样子 就比如说 很多人都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可能要 你要把它再定义的清楚 比如说那时候 我今天想要大调 那我就表现出 就是我很饥渴 这样子吗 也没有那么夸张 对吧 现在把它定义清楚 应该是说 就比如说 好 就比如说健身好了 或者是身体 或者是身材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其实小时候是胖子 然后我来台湾之后 我觉得说我要 我要减肥 那那个时刻 你说爱你自己 其实是我不是因为爱我自己去减肥 我是因为我恨我自己 我是很讨厌我自己 我守不了 我记得那天吗 这很清楚那天 是烧在我的头脑 可是我觉得 那个就不像忧郁症 它不是忧郁症 我没有说它是忧郁症 我不觉得它是忧郁症 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恨恨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守不了我自己的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很丢脸 不只是丢脸 你怎么可以这么虚弱 这么烂 难怪没有人喜欢你 难怪没有人爱你 你有自己的样子 谁会要 你就是很经典的 把悲愤化为力量的代表 悲愤化 悲愤就是那种 就是你的情绪 and then you turn into energy turn into the power turn into the strength 我是用 就比如说 我是会用我的浮面的部分 就把它变成好像是 碳壳 就是like coal 是碳壳吧 碳 碳 然后我是把那个东西 放在火里面 然后那个火车会跑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它停不下来 它是停不下来 而且火力越来越大 就是我真的是火力 就是真的很生气 或是不爽 或是不开心 它就是会跑越来越快 然后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好 就是我可以做到 就是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挡住我的样子 就是它是那种 就是unstoppable force 的那种 它就是 就是有时候 就比如说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的舅舅就跟我讲说 就是你会失败 好啊 我开始撞死你 来啊 来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我失败是怎么样子 我给你看 那我就来 然后所有 他说我会失败的地方 我所有的都成功 到现在他不敢跟我讲话 对 就是我会 我是那种 就是你跟我说我不能做 或是我会失败 或是我做不出 我是那种 就是来啊 我给你看 我是那种 所以我的 我会用 就比如说情绪这个部分 不是说我是有忧郁症 我不觉得我有 我是觉得说 我的概念在爱自己的样子 是跟你差很多 跟很多人差很多 我会是 我对我自己很严格 我对我自己非常 要求很高 我觉得很多 台湾还是很多这样的人的 你说很多 因为我曾经 有从事教育业过 然后当行政职 所以我接触到很多学生 其实很多会愿意在下班上课的人 都是有这样的心态的 其实非常多 尤其是像 尤其像台湾的教育 会希望你能够成为 人上人 你要考到很多执照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那个差异是什么 那个差别是什么 他不想输别人 他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是 是因为很多人 就是会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 就好像是一个trophy 他是一个奖牌的样子 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 我把这个东西 考很多执照 或是做这些东西 或是学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的学历 或是我的这个部分 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呢 就是没有一个目标 There's nothing there It's just stuff That's the difference 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 你说你要做 那你最好给我表现出来 就是因为你做这么多 你是恨你自己 那你也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去追 你也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去爬上去 你就是一个说 我只是要跟你 我比你聪明 我比你厉害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很多 很多 考很多征照 然后很多警牌 然后是第一名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追踪 It just stops there And you just get more stuff It's like 你是把一直很多东西 就是挖进来 你的家的样子 这跟我们下一题 要讲到的很关联 是哦 他就问一样 他说 我每次都很焦虑 自己的未来 不知道以后 到底是要升学 还是留在台湾 还是去国外 人生地不熟好可怕 就是我 为什么 然后下面也有人留言 是一个冒险 下面有人说 不知道要不要把高中读完 还是休学去做 有兴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讲的 都是在学习这件事情 就像你刚刚讲的 Trophy 就是不断的去学习 要考那么多阵仗 然后呢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说 我根本也要这样子做 或者是 我到台湾之后 我要做什么 或者是 我要往哪一条路走 当下我是不知道 怎么回他们的 但是我就知道 这个选择是对的 是一种感觉 就是 没有人可以跟你讲 一个原因 你就知道这个是对 你是知道 这个是对 你可能是遇到痛苦 你可能是遇到 很糟糕的事情 很倒霉的事 但是你一直不断续 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对的选择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能是听起来 你是一个疯子一样 你有问题的 但是你就知道 你的心里就知道 this is right 那我来之后 我确实是遇到 很多很糟糕的事 但是到现在 我的生活 确实是越来越好 是啊 我做到的事情 几乎我认识的人 在美国跟台湾 根本就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做到 我的经验多很多 比很多人多很多 因为我敢去逃出来做 不是说你要安全的走 我不觉得安全走 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是 很多人 在他们的生活 你有看过那些影片 就是有老头子 他们可能在医院里面 90岁 100岁 然后他们是问你说 你又没有一句话 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们说 怎么去过 度过一切 他们的生活 快乐一点 大部分的会说什么 他们会说 enjoy your life and do things don't take the safe route you have to dare to try 敢做 跳出舒适圈吧 你必须要敢做事 你才会 有一个满意 一个满足的生活 很多人太害怕 很多人很害羞 很害怕 他们会觉得说 失败呢 怎么办 如果这个是怎样 那我怎么办 是因为 如果说 他们有一句话 if it doesn't scare you it's not a big enough goal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你的目标不够大 你必须要害怕 如果是你一点都不害怕 那你就是这个目标 就是一个 它是浪费 它是一个 你会把他做 因为你会觉得 你得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 然后呢 没有一个成就感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走 不是一个好消息的 我会觉得说 不是要把他 当成很可怕 你只是要敢做 它是一个冒险 it's exciting it's an adventure 上火只是一个冒险 没错 上火只是一个冒险 像对焦虑自己的未来 到底要不要升学 还是留在台湾 这个 然后还要问学历 要不要高中休学 我得说 我出社会也 十多年了 十年以上了 学历不是百分之百 但它绝对帮助你的人生 它绝对帮助你的人生 因为这么说好了 除非你今天已经很目标 我要做什么事情 而且你已经执行了计划 你确切的知道 你要做什么了 对 我先讲升学 因为有一个人问升学 但是我不知道 你现在所谓的升学 你是说 我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 我要不要再升学 往博士后 那也许我可能就跟你说 不需要 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国中生 问我说要不要升学 我会觉得说 高中 至少高中就完了 对 我觉得至少你要高中读完 你高中没有读完 你高中没有读完 我觉得 因为其实高中前面教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 基本的一个 一个 我讲以亚洲学 亚洲的教育 我不会讲美国 因为你们美国是 从小就开始 让你们自己探索 所以你们从 你们是从生活上 学到很多东西 你们可以从 比如说 Summer Camp 或是从TV 或是从 你们从中做而学习 你们从生活中体验去做 比如说你们家人好了 会让你们去 玩 枪 玩枪 然后玩 玩火药 对 所以你们知道 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 是有趣的 或是你们会去做实验 对 你们会去做实验 或是知道 比如说你们的化学元素 或是自己在 Chemical Table 那些东西 草原后面 就是玩爆炸 可是因为 我们亚洲教育并不是 我们就是一直塞给你 学校塞什么 你就是学什么 塞什么学什么 所以在这之前 在学校学的东西是 在学校学的东西 我觉得最重要是 你学到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应对以外 还有一些 他就是很基本的知识 就是不会出现 像现在美国 美国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觉得 就是美国的教育 越来越让你担忧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不愿意学习 是啊 因为很贵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像他们可能 你们会在我网上 看到一些访谈 他们会问说 请问美国 比如说 比如说他们问一些问题 说请问一下 他们会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美国旁边的国家 有哪一些 然后就会有人说 大家知道吗 美国临近的三个国家 有什么 加拿大 然后还有墨西哥 对就是这些 然后就是有些人 墨西哥第三个临近的国家 墨西哥 然后还有 我知道New Mexico It's It's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Mexico 墨西哥是国家 第三个是什么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Puerto Rico是黏在一起的吗 Puerto Rico 不是美国的唯一一个 Puerto Rico是他自己的 我说他是黏在一起的吗 Puerto Rico 对啊 我说他是黏在一起的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说黏在一起 是他的名字吗 黏在你们的 它算是我 It's not like 它是一个 对因为黏在一起的话 是墨西哥 它很像Guam Guam是美国的唯一一个部分 但是 那我当然也可以 我也可以说夏威夷 但你都会说 我说 我是要黏在一起的 哦 黏在一起的 我说这样子 对 黏在一起的 那没有第三个 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 然后影片里面 然后就有人回答说 纽奥迪安 或是就刚刚讲的 有人讲新墨西哥 但新墨西哥是一个州 他们会说 China Is China close to us吗 对 然后或是有人会说什么 他爸爸跟他讲说 我们家外面那是什么山 他就跟我说 那个是 那个 Mount Everest 对 他就说了世界无极的名字 他爸爸就说 你说什么 就是美国现在经营这样的教育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学历 如果你是在高中之前的人 我觉得你还是把高中好好读完 那大学你要不要升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前提要考虑 这就是为什么你把学历学好的成重要 原因是你要先把你的基础知识先学好 然后重要的是你要有一届资产 那而且我得也说 一届资产 就是你要学习的东西 你要一个skill 你要一个something not a special not a why you 你要有一个东西 是能够你自己 就像一个商品 你哪里这个特别 你特别 你这么stand out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请你 如果我今天 一样的价格 可是我可以请到一个 大学毕业的人 那我当然可能 老板可能就会请大学毕业的 而且讲时代的出社会之后 有些地方确实 如果你想要在台湾就业 那我会建议你还是把学历读到大学 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是很多地方 很重视学历 可是如果你说 台湾这个不是 关不住我 不适合我 对不适合我 关不住我 我的目标是要去看遍全世界 那我觉得把语言学好 对 然后你可以去学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你学可以学会调酒 美容 美甲 或是理发 各种的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一技之长 你飞出国 你会有帮助 对 对 不要说就是 呃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懵懵懂懂飞出去 这样子 那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国外 好可怕 好多歧视 大家都对你好不友善 耶 大家不是歧视 你是大家是歧视白痴 对 这样实在的是对 然后 国外人生地步是好可怕 我就像刚刚克隆讲的 你就是要突破自己的舒适权 当你突破了那一刻 你会发现你人生带给你无比的精彩 让你永远都不会后悔你当初做的决定 永远都记得我最常在我们Podcast中 我常讲到的话就是 你不要你在五十岁的时候 午夜梦回的时候 回头看然后不断的想着 如果当初我有这么做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对 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你就放手去做 You're fucked if you do that 对 因为人生真的就只有一次 你也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做 你现在在人生的 就是人生交叉点 你入叉口 你不知道怎么决定刚好听到这边 我得说你的犹豫 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因为你会犹豫代表你想要做 那你想要做 如果你不做 你未来你一定会后悔 你一定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做了 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然后如果当你身边有人 出了一样的经历的时候 你就会万谈 你就会怨叹说 早知道我当年也去了 早知道我当年也做 人生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早知道 所以就去做 我认同 对 然后还有目前代业 现在只缺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去适合自己的工作 找到你喜欢的 然后都去试试看 但我做的试试看 不是说做一个礼拜 然后就不喜欢 所有工作 它都有它困难的起点 但是你必须先做过头 你起码做三个月 你真的不喜欢 那再讲离开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去从中找到自己 因为就像我是护理 本身是护理 但我有提到 我曾经是一个 我有去教育的工作 然后当时上 就是类似行政职的主管的 然后这样我又有去做过设计游戏 这些都是 我身边有贵人 他是激励我 跳出我的舒适圈 他是跟我这么说 试试看 你不是你不知道 因为我当初 接下这个行政 这个教育业的时候 我很抗拒 因为我觉得说 我不喜欢教育 我怎么可能 我一个护理人 你叫我去当行政人员 怎么可能 然后去跟人家 我感情我无法 他就这样督促 他就这样激励我 然后真的让我 打开了人生里面 那也因为这个贵人 他让我接触到 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游戏设计 我就说 这个我真的不行 我怎么可能 游戏设计 跟我这个人 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 然后 他就真的是帮我介绍 然后我就拿到这份工作 然后还是在外商 就是 就是真的 只有一直不断的 挑战你自己 你就会跳出 你的人生圈 克隆也是 他身上也是身兼多子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在录这个Podcast之前 我们两个也觉得说 怎么可能 我们两个经营Podcast 有办法吗 我们之前都是拍YouTube 或是克隆就说 我们是拍YouTube 有人要听我们Podcast吗 有啊 就是你们大家 支持着我们 都要第七季了 对 所以 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 然后再来是 妈妈不喜欢 我交的印度男朋友 你们已经交往八年了 我真的不知道原因 唯一 就是 他就是很care这件事情 他很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都已经交往八年了 不如好好跟妈妈坐下来谈吧 妈妈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妈妈是担心吧 就是 正常的父母都会担心 自己的女儿被欺负吧 你啊 不知道我 这个我会觉得说 你必须要去跟她坐下 这要跟妈妈谈 这个也许很难开头 但也许 讲了之后你才知道 妈妈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 妈妈为什么会担心 因为毕竟其实 大家也知道印度的这个新闻 你嫁去印度 然后 那边的社会 如此 比较稍微动荡 对 但当然我相信 他能够来到台湾 然后你们能够交往 或甚至是你 能够过去印度 然后保障你们的安全 还保八年的 我相信 以阶级来说 他算是一个 他的总性制度 应该算是比较高阶的 对 那当然你能够保你安全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把 家人的疑虑弄掉 妈妈可能会比较 比较好 对 然后有人问说 请问真的会有歧视的问题发生吗 如果当下听不懂对方说什么的话 歧视 你指的应该是国外吧 我讲真的 我个人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来我频道 然后说 来我们频道 然后说就是 国外歧视很严重 国外歧视很严重 然后听你在胡说八道 我想真的 我真的没有遇到 我真的没有遇到歧视 就是当然会有人看着我 但是我身边从来 我这辈子真的是我没有遇过 人家真的是很歧视的对待 我说出一些非常恶毒的言语什么的 真的都没有 我真的都是遇到都是很善良的人 那可能一方面因为也是我的语言 我觉得不错 在互动上 我不知道 I really don't know 我真的不是说我要炫耀什么的 我知道 只是我真的没有遇到 那我觉得 有时候 你可能是 为人白目 我觉得第一个地方 我觉得有些人是白目 然后他去到国外 然后他觉得自己这样是OK的 可是他就会把别人 觉得说 干你他妈白痴 然后你把他视为歧视 但可能不是 他可能只针对你这个人 是不是 就我不知道 我讲真的 因为我真的没有遇到过 我身边有很多的人 也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件事情 我其实 我觉得你遇到了 我觉得 我感到抱歉 就是你要经历过这件事情 我相信一定很难受 一定非常难受 在异乡 经历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定很难受的事情 可是 我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但你要讲实在的 就是讲白一点 其实台湾亚洲 你们为什么没有接触到过 是因为他妈的 这个国家是94%都是亚洲人 都台湾人 对 而且 你想一下 你说 什么国家 其他国家都没有什么 都有什么气势 靠 你觉得是帮白人 在这个国家 每分每秒都是 都是过得超好吗 我是一个 好像 一个 你得说你的 你体会到的歧视 跟 我讲直接的 东南亚他们体会到的歧视 又是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 你得到的歧视是说 你中文很好 女朋友教的 也没有 我被骂过 我被骂什么 但是那个是少 没有那么的夸张 那个就是真的是很讨厌外国人 他不论他就是讨厌外国人 不论是不是你这个白人 但我指的是说 你们通常受到的那些 日常受到的歧视 基本上大多都是 当然 不是那么的恶意的 也不是那么的恶意 但是很多歧视的部分 不是在 还是会不舒服 不是在你的面前 在台湾 我的经验在台湾 是不是这么的 在你的in your face的样子 通常就比如说在工作上 有故意的去写那个合约 或者故意的去背后 去做一些有了没的东西 那个是搞 那个冲扛你 那个东西 就是因为你看不懂 你也不知道 是那个也是气势 那个也是一个 故意的方式 让你刺死 所以 讲实在的 你们是在台湾 是你感受不到 是因为这个国家 其实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台湾人 你也没有分 所以你到 匹野国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是不止 不只是有一种人在那边 很多不同种人混在一起 那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人生的线 很多不同的经验 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彼此 是跟你的idea 或者是跟你的样子 是会有不同的 会有冲突 所以看你要怎么去 要嘛就是讲 要讲好一点 就是你要 你要能够去学一下 怎么去跟别人去沟通 不然 就是不要做白模式 真的是不要做白模式 因为还有另外一提示 我想去美国旅游 一个月 英文一般口说 跟听力还可以 但就怕美国人 尤其是亚洲人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出国 但是 如果你担心歧视而不敢出发 那可能就会 你可能就会让你的 梦想没办法实现 所以我觉得就去 但是语言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具备 那当然现在网路上面很 现在网路沟通 翻译什么的都很简单 甚至也都有发明那种 我说一句话 然后 这个 这个 手上这个东西 这个翻译机 就可以马上翻成对方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用 但我觉得你可以去 试着去学习 learning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 我觉得肢体语言很重要 以外就是你还是要去了解 当地的一些风 风情 然后再来就是 美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 What's the thing that you say about American people about beautiful people 就是 他们很爱漂亮的人 我觉得美国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 就是他们爱漂亮的人 就是 这是真的真的很严重的 你如果是有丑 然后又胖 或者是你有问题的话 你会感受到一个 你会得到真的是更多的不友善 我得讲实话 就是别人会不尊重你就对了 但是你越来越漂亮 或者你越来越 就是你的身材又好 或者是你有 你有打扮自己 对 就是你看起来 你这个人就是有气质感 就是你有一个 你 like you're charismatic you're nice like you look nice you're good looking you're in shape people will treat you be very nice 就算好 就算你可能 今天没到真的是superfit 不知道说是superfit 但是你至少 你有把自己打理好 然后是漂亮的 对 是干净的 其实我讲真的 美国人都不太会 对你不友善 我讲的是 真的是 当然我没有去过美国 五十 全部这样五十周 这样我没有去过 但是 除非你在纽约 然后你在当路 然后有可能是被骂 但是 我得说大部分 我至少我去过 北美那边上面 最上面就是 Misota 然后 Wisconsin 那些 你讲的 真的不是大城市 然后去到东岸 New York Boston 然后 Chicago 那边 然后到南边 Miami 然后这边 我现在只去 我现在只去西岸跟正中间 对 什么North Jakarta 就是那些我还没去过 对 但是那些我没去过以外 其实基本上我都 都去过 真的我真的没有遇过骑士 对啊 我在澳洲也没有 澳洲我是环澳 我半个澳洲去 我只差没有去过西澳而已 就是PERS那边 所以我得说 就是其实欧美还蛮喜欢 就是漂亮的人事物 对 当你人就是你真的把自己打理好 然后漂漂亮亮对人都笑嘻嘻的 别人其实都不会 而且不太会有攻击性 而且你要有你的心理 你的态度是你愿意学 还有你愿意讲 然后你不是这么的 你不要过分 就是好像是不利人 或者是你是故意的要 就是 我不知道这么讲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是要 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意思 要去学 怎么的 怎么进入这个社会 还有他们那个身体语言的样子 就是你不要故意的就是 I hello how are you thank you and you 就是你不要做这些摆目的事情 然后其实几乎上 你就是不会遇到困难 而且不要一直太 先入为主 就觉得说对方是不是在歧视我 把这个观念就删掉了 不要觉得他们就 不要觉得一直听到 人家说歧视很严重 歧视很严重 我跟你讲 他们更歧视穷人 嗯 美国啦 我讲美国 就他们更歧视穷人 就他们更看不起穷人 那我们 我先说 我们先 我们先说我的肤色 我们并不是黑人 我们讲直接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 我们永远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 黑人所体会到的东西 那我们就不拿这个来讲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属于 由我来讲 或是由你来讲 都是 都是 It's not right It's not right It's wrong 所以我讲以亚洲人来说 基本上 你一直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后 整理好 然后服装移荣态度好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都不会有人对你太刁难 那你真的如果遇到了 你就把它花成一个力量 你就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不要说抓着不放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去国外 Mind your own fucking business 对啦 真的是 That's like a golden rule 那个是一个黄金的 一个 一个 怎么讲 rule 就是一个规则 它是真的是一个 golden rule OK 你发生 你有听到什么东西 有别人在 怎么跪喉跪叫 有打起来 怎么样 在你旁边 第一个 你不要一直看着 不要等着 第二个是 你不要过去脑石 你不要过去看 你不要故意的过去挖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就是离开那个地方 你好好的过你自己的人生 你就是度过那些就好 离开就可以了 你就是不会遇到麻烦 然后再来是下一个是 Hi Zoe 情侣同居如何最好的保障自己的利益 经济上 讲到钱这个东西 人人都是在乎自己的一定的 那我跟柯隆 基本上的话就是 讲清楚啦 我觉得就是讲清楚 比如说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 很想要什么都AA的人的话 那就讲清楚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或是我觉得是可以互相 大家在乎的都是一个 Kimoji啦 就是一个感受 那一个感受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是我买菜 那是不是 那你打扫家吧 或是我觉得 对方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怎么保障自己的利益 因为 因为我跟柯隆自己 我喜欢打扫 我喜欢整理 我有强迫症 所以我很喜欢打扫 而且我心情不好 我打扫 我心情好也打扫 对 我很喜欢播着音乐 被打扫 然后心情不好 然后继续打扫 对 然后打扫 可是打扫完之后 我就坐下来 我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会一直打扫 一直打扫 所以我们家每天都很干净 我们家是 桌上不会有隔夜的杯子的 但是呢 我不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去逼柯隆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就骂他 当他东西没有 真的没有放好的时候 我会自己拿去洗 但如果他真的 比如说 他真的放了一个很过分的东西 比如说隔夜的碗在那边 我可能就会念他 可是我并不会很生气的 失控的骂他 我会觉得说 就是 那我就把他放到水槽 然后顺便跟他讲说 老公那你下次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再放着 你不喜欢昆虫吧 大家都不喜欢 住在有蟑螂 或是脏东西地方的环境中 那我们为了制造舒服的环境 是不是大家就共同一起维持 对 那经济的 经济的利益 经济上的利益 我就就是想清楚 如果你们真的有疙瘩的话 我真的觉得同居后 你真的有疙瘩就一定要沟通 主要的是 比较利索当然的 去花彼此的钱 然后 讲清楚 要透明的 然后 你讲好 你个人的部分 还有他的部分 还有你们家庭的部分 就是 这个钱的部分 是很重要 所以 像比如说科隆 我们两个去Costco买东西 但不可能都只买他 Costco一定也有我东西 可能这是他就付钱了 那我这个月我可能就买家里的其他东西 我就不会特别去问他 因为大家知道去Costco一趟 可能就是六七八千一万 那 他就花这个钱 那我接下来知道 比如说家里面其他的小东西 我就不太会去跟手 争手跟他去拿钱 就是我觉得 当你已经同居了 并且有意要进入婚姻生活 因为你们会进入婚姻 你们会进入同居 代表说有意 可能想要结婚嘛 才会进入同居 那我觉得结婚后 一个很重要的守则 就是你不能斤斤计较 你决定跟一个人生活之后 你千万不能斤斤计较 因为你一旦计较了 那这个婚姻就不会快乐了 因为你要计较 那就是好 那以后怎么样 我们是轮班 生小孩都轮班吗 那谁上班到底 那大家一人 一天不过就24小时 那一人一半 那谁上班 那上班不准水吗 那我晚上上班 晚上照顾小孩 那然后呢 那你呢 对那所以 千万不能斤斤计较 像我觉得 像我们两个之间 我依举例 那就是有些人 不要觉得说 就是我们是传 我们就是老古板 好不好 我就直接说 我们就是老古板 我们就是老传统的情侣 柯隆 他就是在外面赚了很多钱 他赚了薪水 确实比我多很多很多很多倍 那我就觉得说 那好 那他在外面 好好好好努力的工作 那他就是负责赚钱回家 那我就会把家 雇得好好的 我会确保他到家 有干净的衣服 有冰箱 有食物可以吃 然后垃圾是干净的 他回到家 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 他不需要吸地 打扫地 拖地什么的 就我确保 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在外面工作 已经够辛苦了 可是如果真的 有些人就开始计较起来 你知道就家里面 做家家 是那个比 那个比工作还辛苦 当你一旦开始计较 这东西起来的时候 这段感情就注定 他不会是幸福快乐的 因为另一方 都会一直不断地计较说 这个月 他不过去Costco 买了3000块而已 那为什么我要付这么多 那我要跟他要钱 你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计算 你怎么会快乐啊 做人不要这么计较 我觉得 所以 我觉得 就是对自己爱的人啊 我觉得你如果是要 就是你刚刚讲的 我是人同 但同时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开始觉得说 因为一定会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排人 就是会觉得说 你做家事怎么样 还是会比外面赚钱还辛苦 我会觉得说 你把这个卡片拿出来 放在桌上 你不要双标就好 因为你把这个卡片放在桌上 我这个人赚的那个钱 我并不会share给你 我会说我们彼此 我们彼此裹我们自己的就好 你要吃你自己的 我不给你钱 你要过你自己的费 但你的房租费 你所有的东西 我们自己是go touch 你要出去玩 你最好准备那些钱 好啊 我也是可以自己做我的架式的部分 OK啊 我没问题啊 反正那个钱 那个锦儿的那个部分 还是在我的手上 那你要开始计较那些 OK好 我们计较 我们就和好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分 分得很清楚 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啊 反正最后吃亏也不是我啊 讲实在的也不是我啊 我不是吃亏了啊 对 那如果说你们刚好是两个人 都有在上班 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分 那我觉得很简单啊 就是家事大家分开做 比如说一上 呃 礼拜三没有到了什么 那简单六天就一人倒三天啊 或是那三天 他必须把那垃圾处理好 那他也必须把垃圾整理好 或是比如说他煮饭 那我就洗碗 嗯 对那如果他今天他买菜 那后面的比如说倒垃圾的 或是家里面洗衣服 就是都分清楚 你讲好就好 对或是你们每个月的月初 固定就是每个月的月初 就是一定要去采买 那去采买那个钱 就是这个月的钱 然后就除以二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担心 或是比如说像家里面有养蟲 除非你跟我一样 对 我就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我自己在吃 对 那我 除以二 除二 那我可能就会分给他一点 或是我就确保 反正他到家一定有事 我就是我不会让他去担要这些小东西 我真的觉得夫妻之间或情侣之间 真的就是不要去计较 你一旦计较了 我跟你讲 这个感情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就是 我觉得很烦 你会看 你这么说好 你回头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你会跟他们计较这些东西吗 就是爸爸跟 妈妈跟你说 我今天去买的菜多少钱 然后你要给我多少钱 就不会嘛 就我今天买这个菜 那你要这样计较的话 那你要计较十架 那个食书 高丽菜冬天 或者高丽菜夏天 打卡 对啊 所以不要去计较 我觉得 但保障自己 你觉得有不舒服 我觉得就说出来 千万不要保障 不要长心思 会不舒服 对 你们怎么保有 互相 怎么互相保有空间 且爱对方 你们在哪里 keep space like how do we keep space between each other 对 我们怎么保有空间 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 所以这是空间 但我们也同时也不太需要 我觉得 maybe you do 不太容 我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很需要空间 因为我们平常就很多 很多的时间是分开 就我们要工作 对啊 但是我 因为那时候 我们不是有 好像两个 两个礼拜 连在一起 对 那也没有怎么样 我们是特例吧 但我觉得保有空间 且爱对方 我们就是把对方 当作是好朋友 就是真的是好朋友 就是我真的是 什么都分享给他 对啊 我不觉得你 就是我会觉得 就是人家 很多人会觉得说 所以你怎么会把 自己爱的人 当作最好朋友 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想要 因为我就是要 他跟我一辈子 所以我会把他 当我最好的好朋友 而且 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 这个有点难听 而且我知道 很多人都不会 不会 不会同意 我说的话 但是我会觉得说 你如果是 你很讨厌 你如果是 长期在一个地方 是跟你另外一半 然后你反而 你很讨厌 你觉得很烦 Maybe it's the wrong person for you 对吧 你怎么会不想 跟你爱的人 Maybe it's not the right choice I don't know 我会觉得说 你 你会觉得说 你很爱这个人 但同时 你彼此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空间 这么久 那你很开始 就觉得说 很烦 我会觉得说 往后推两步三步 然后稍微看一下 你稍微从头 你站立下你自己 然后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要有未来 对 可能问题要好好解决 正视一下 可能是不适合吧 而且我们两个 因为真的 我们两个是真的还 我们两个真的还蛮尊宠的 就是所谓的 透明沟通 因为下面有一题 我问到说 怎么可以这么恩爱 一国婚姻不辛苦吗 我觉得 为什么人们觉得这样 我觉得不用一国婚姻 我觉得 一国婚姻难 是难在他的文化上的理解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婚姻本身就很难 两个不同家庭的人 就已经很困难 不用再 更何况 不要再说到 一国 我觉得他本身就很难 婚姻本身就很困难 那我们怎么这么恩爱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互相尊重 信任 然后且 愿意 愿意沟通 变成更好 对啊 我们愿意让对方变得更好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 变得更好 就是 透明沟通 是我们是真的很透明 我所谓的透明沟通 不是 报备的那一种 不是我问你 就是很多人会误会透明沟通 就是 透明沟通 又像是 老公 我今天晚上去吃饭 然后现场有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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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那种 对的 这个我就是透明沟通 我是透明的跟你讲 清楚 可是呢 透明的比较 但是诚实是不一样 诚实是 我跟你说 老公我今天晚上出去 然后你问我 你去哪 你去哪 我让我跟你讲 然后你说有谁 然后我就说 哦 有谁谁谁谁 然后中间还有男生 这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你要问 你不能自己讲 可是透明的是 就是 老公我跟你讲 今天有谁谁谁谁 然后现场还是会有一些男生 可是我跟他们之间 是没什么关系 对 我觉得是透明的沟通 那我们两个之间 就是有问题 有不舒服 我们就是全部都讲出来 摊在桌上讲 那 呃 当然我们 还是有 不好的地方 因为下面有 还有另外留言说 要怎么样才能遇到 像柯隆一样的老公 高雄有够少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bud 每个人都有缺点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我不是完美的 柯隆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就是 因为不是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的不完美 才能让这段感情 变得完美的 因为我们两个愿意为了彼此 一起走下去 我就是 我会跟他讲 就是我们两个 再改了一个点 就是譬如说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或说了什么话 或他做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话 让我当下不舒服 我就要说出来 我不会藏起来 所以我们之间不会出现说 可是你之前都这样子 因为你当你把这句话讲出来 就是你现在什么意思 你刚刚刚讲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会这样说 这个很常吵架 还有这场遇到就是 比如说 吵架的时候很爱说气话 然后我就会阻止柯隆说 你现在说是气话 还是你认真的 你这句话要想清楚 我给你三分钟 让你收回 然后柯隆 就是会拉下面子 然后说 好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在感情中 我觉得一定要放软 在爱情中真的 我觉得不能斤斤计较 不要硬碰硬 如果你今天 你们两在一起 两段一段感情在一起 一定知道对方是 脾气比较硬 还是比较软的 那你就要去配合对方 比如像我知道 柯隆的脾气很硬 那我就绝对不会跟他硬碰硬 因为硬碰硬的下场 永远就不会好 就是当然 我跟柯隆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散婚 我跟柯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曾经当然 有着吵架的时候 说过分开这种词 但我们也答应过彼此 以后再也不说那样的话 因为我跟柯隆说 他那时候就是 我们吵架 吵吵吵吵一个点的时候 他会要激我 然后逼我说出 到底是要怎样 他会跟我说 你到底是要怎样 你现在想怎么样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 我就很冷静的看他 我就说 你现在要我怎么回答 我说这句话 你要听到是什么 你是想要逼我说出 对我们分开 然后你就可以说出 aha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你看你不爱我 我说你是想要 听到这个答案了 还是说你是想要听到 我说宝贝我爱你 所以你挽留我 我刚才有说 我不想玩这个 很无聊的游戏 我说你明明就知道 我很爱你 你心里面也很清楚 我很爱你 可是你在玩这个 白痴的游戏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哪一天我真的 吞不下去这口气 我真的今天也想说硬碰硬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分开吧 然后所以我们就让 两个相爱的人 就分开了 对我们两个相爱的人 就分开了 何必呢 那我就看了说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你也不要再用 试探的方式 然后逼我说出这种 你爱不爱我 你爱我的话 对你爱我 你就应该怎么样 你爱我就应该怎么样 我讲很多时候 真的吵架 就是为了 你爱我 你就应该怎么样 没有 吵架没有 就是放软 不要硬碰硬 然后不要说白痴的话 我发现很多时候 因为他以前真的会 蛮常说这件事情 我就会去制止他 我说你知道 你现在说这句话 如果我今天不是乱的人呢 你就收不回来了 你知道有些话说出来 他就是泼出去的时候 他真的是收不回来 对所以 我们两个都在进步 所以我觉得 你说有没有好的老公 有没有遇到 没有 都是调教出来的 都是训练出来的 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柯隆 我跟柯隆在学习 他也会跟我讲 我的不好的点 那我就会去改 我没有很喜欢在 吵架的时候 找到对错 就是 我就是 我自己啦 我跟柯隆 我都会跟他讲说 我没有很在乎 这件事情的 我对事不对人 我不是要说 你这个人错 因为男生 有个点是 男生很喜欢在吵架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 对不起我错了 然后道歉个两三次 就是说 不然你想我怎么样嘛 我都道歉 你想怎么样嘛 没有想怎么样啊 你道完歉是你的 OK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但是我情绪需要平复 你给我一点时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我是觉得说 就是 有时候我不是要你道歉 我们把问题好好解决吧 你道歉然后呢 事情就解决了吗 不是啊 我要把问题解决 我们找出根本 为什么今天会吵架 吵架就是两个人分歧嘛 那你要把店找出来啊 嗯哼 对 所以这个是我跟柯隆相处的方式啦 对 那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 没有所谓的很好的人 只有适合对方的人 愿意为对方改善的人 想请问两位平时压力大 都会做什么呢 平时压力大会做什么吗 大连动 柯隆腾在打电动 大连动 或者是 他现在最爱玩的是战锤 对 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对 大家搞不好可能会在线上遇到他哦 但我就不讲账号是什么了 不要 大家自己去探索 不要 你也不会知道 因为我不会用麦 我不会讲话 所以 对 你可能会在网上打 如果你有脸线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他 但他最起来是打电动 对 那我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做什么 我平常压力大的时候做什么 我很喜欢在我闲暇自愈的时候 我喜欢做一些很手工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打扫 我也很喜欢听音乐 对 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方式去抒压 这个很重要 然后 加油软体遇到的欧美人 很快地表示自己喜欢对方吗 还是我应该快跑 对方澳洲来的23岁 我觉得一样 我就是一样米洋 我就是一样米洋白洋人 就是你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遇到你爱的人 你什么 对 就是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只能从很多很多地方观察 但是 你不要排斥 就是你至少跟他出去约会看看 不一定要跑 也许他真的是对的那个人 你永远都不知道爱什么时候会到 你永远都不知道越老 什么时候 越老或是 Qbit Qbit 什么时候把剑射到你身上 什么时候把你红线牵好 所以我觉得是把握每次机会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谈恋爱 都能够塑造你这个人的个性 也能够让你更靠 更知道你要什么样的人 那是有多经验 对 要多经验 就是多试车嘛 你们在那买车 总该会拖开很多件 才知道到底这个车 适不适合自己 或是看房吧 对不对 所以多试 我觉得蛮推荐 然后 自己脾气变得不好 例如先生同样的问题 我问了两遍 我就会不耐烦 这个我也会 就是 问我问题问得不好 我就不耐烦 那我就会 我会对科隆不耐烦 但科隆会跟我讲 就是 老婆 你不要这样子讲话好不好 我只想问你问题 我刚刚没听到 那我就会记载说 我刚刚怎么这样不耐烦 我就会去反思我自己 我的不耐烦是从哪边来的 我就会去找到根本 比如说 我问 我不耐烦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讲的时候 你没人能听 还是说 是我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我会去厘清 那如果刚好是他 我在讲话他没在听 我就会说 因为我刚刚讲的时候 你没有在听 我在跟你好好讲话 你没有看得到我的眼睛 你没有 你没有get到 那你还要讲第二遍 为什么 对 那这个就会是 他就知道是他的问题 但如果说 其实他真的是在能听 只是我讲得不清不楚 然后我 我可能自己滑手机 然后就说 回答 然后我对他凶 那他在问我 我让他觉得不舒服 他就会跟我说 我就觉得 我下次要纠正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每一次的相处 我跟柯隆每次的 argument中 都会遇到 不适合的地方 我们两个就会去 好好把他沟通清楚 我觉得这个 蛮重要的啦 有 认同 然后还有吗 我们好像今天 就把问题通通都问完了 差不多 我们很棒 今天都问完了 对 就是 你们还有想要 柯隆回答什么 或是想要我回答什么的话 都可以 在我们的每次的寂寞的时候 留言告诉我们 对 那或是你也可以私讯 跟我们说 你想要听的问题 或是想要听的主题 我们都会保持的 就是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大家的意见 我们两个是秉持着 就是 实命必打的这个想法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的 对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幸福快乐啦 对 然后 也一直很谢谢大家 这支持我们到了第七季了 对 对 那 如果说你真的有很想要 譬如说 因为很多时候QA大部分都是 来问感情的事情 对 所以可能都会是我回答的比较多 如果你下次你没有想要问什么问题 是想要指定客人回答 你可以在前面指明说 给谁给谁给谁 让他回答 你想听听谁谁 对 谁的意见 也会很好 那欢迎下面留言分享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或是告诉我们想要主题 那我们就下一季再见啦 再见 谢谢大家的支持啦 拜拜